剧內精品業者抱著綱領的150萬 由行員通報護超 民眾希望搭警車 不過員警卻不願意 雙方各自堅持 民眾出面控訴 當天是為了開戶 從臺北市民生郵局先領錢 準備存到另一家銀行 路程大約1.7公里 認為搭乘計程車不安心 以前的警察都很好 就是我錢點清楚以後 就直接讓我上車 然後把我載到目的地 只要民眾有需求 互超不分資格 也不限金額 隨到隨辦 最多就是目的地以轄區為原則 而事務上情境也很多 包括警車載送 遠景騎車 開車陪同 甚至步行陪同 這次爭議的搭計程車 有警車跟著 同樣也可以 並須兼顧 轄內警力派遣 及執行安全 顧請民眾搭乘計程車 由警車全程陪同互送 本分局將持續精進執行技巧 被指控的松山分局強調 絕對沒有拒絕互超 至於遠景態度部分 已經行政懲處 說到底 制度上沒有明定互超SOP 遠景是狀況而定 只是扯到前 當然得更小心 難怪民眾不放心 華視新聞張志侯正倫 台北報導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 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